FCC聯邦通訊委員會 在昨天通過了網路中立法規 一般認為 這將對於電信行業 產生重大影響 至於對消費者的影響 則是不再有使用者 分級付費的狀況 但也可能造成網速下降 專攻商業法的律師認為 此舉是政府希望對於網路管理 有更多的規範 但也可能因此削減了 言論自由的權利 對於網路現在在民眾的生活當中 已經成了像是水電等基本的必需品 因此政府希望藉此 讓網路平民化 沒有等級之分 也能讓壟斷電信業的業者 受到管制 或增加小型網站的競爭力 由於近來網站遭駭客攻擊事件頻傳 律師也不諱言 政府希望藉此法律來加強管理網路 它的出外點就是說能公平公開公正的使用 但是它是希望政府部門能夠更好地去 來管理這方面 這次的這個 Nutrality法案通過的話 我覺得在這方面 就是朝這方面走的一步 不過對於網路加強管理 就很難避免削減言論自由 我們在美國很尊重言論自由 就不希望他們能夠用這種方式來干預到 我們老百姓的一個言論自由 也不希望政府過多的干預 就是讓我們互相之間競爭 這種發明這種能力有減低 律師指出 其實過去曾有兩次記錄 網路中立法規被聯邦上訴法院駁回 因此這次雖然法規已經投票通過 但何時能夠真正的實施 還需要一段時間觀察